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青蹄部长杨巧双的丈夫破搬雪州政府电照客火车DRT合约 所引发的争议今天依旧是媒体追访的焦点 团结政府发言人同时也是通讯部长的法米 今天在每周三内阁会议之后的记者会上 回应媒体询问时他就透露 那内阁会议确实有讨论到相关的课题 而首相安华也已经向内阁澄清 杨巧双丈夫的公司也就是亚洲移动 所获搬的不是合约 而是概念验证Proof of Concept的试点项目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小型短期的初步测试项目 以证明这个电照客火车的概念是可行的 那如果证明可行才会展开正式合约工程的公开锦标 杨巧双丈夫的亚洲移动公司 只是货搬电照客火车DRT的试点项目 以进行概念验证 证明有关项目是可行的 那还不是正式的合约 而另一边乡杨巧双的党内同僚 蒲总国会议员杨美盈今天在行动党总部的一场记者会上 也向媒体进一步解释 雪州政府之所以推出这项 为期9个月的电照客火车DRT试点项目 主要是因为雪州政府提供的免费巴士 很多时候是空车 为了减少资源浪费 雪州政府就推出了这项 电照客火车DRT试点项目 先来试跑再验收它的可行性 杨美盈表示 全马只有两家公司有执照 能够提供DRT电照客火车服务 其中一家就是杨巧双丈夫的公司 不过她也再次强调 对方还没有获得合约 试点项目 只是给你一个机会 去证明这个概念是不是可行的 如果9个月之后 无法证明这个概念可行 那项目就会结束 然而 如果这两家公司的其中一家 证明了自己 那么就会开始投标